大家好,今天是2024年10月28日,星期一啊,我们先来看国内的一条新闻吧,就是北京一小学门口多名小学生被砍啊,这种事今年已经发生了多少起了? 我们先来看看这个事情的经过吧,北京,星期一,10月28日,下午发生了一起吃刀伤人啊,导致五人受伤,其中包括三名未成年人啊,伤者及时送医,所幸均无生命危险。 根据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发布的这种警情通报啊,这些罕见的吃刀伤人案发生在星期一下午3点20左右,事发地点为北京市海淀区万全庄路万柳中路交叉口附近啊,犯罪嫌疑人唐某某男,50岁,被党场控制。 嗯,进行通报说目前案件,案件进一步调查中。 嗯,这个事发地点是位于北京市重检小学之一海淀中关村三小,嗯,北校区的大门外啊,其中受伤的三名成年人应该都是该校的学生。 这个事情的经过,其实我就不说了啊,有点血腥,有点暴力,然后,嗯, 其实我如果每天看新闻,我其实经常我都会看到这个这样的一些消息啊,比如说10月17日,嗯,福建省张州市,嗯,云霄县,嗯,这种,嗯,云霄试言小学门口,一辆小汽车,嗯,起火冲撞, 就是路边人员造成了一死八伤的惨剧啊,这个警方没有公布,这个调查结果。 10月8日,对吧,广州发生一起迟刀伤人案,导致三人受伤,事发地点是一所小学门口, 两名小学生和一名女性家长受伤,嗯,凶险也是被其,嗯,被其他家长合力支付啊。 9月30日晚,上海松江区松贵路,一家超市,一名男子持刀伤人导致三人死亡,15人受伤, 37岁的林姓男子因个人经济纠纷啊,事先轻生,当场被警方抓获, 9月18日,一名的深圳的日本学生,嗯,就,嗯,一名深圳日本学校就读的10岁的男孩, 在门口被一位40岁子男子持刀受伤啊,送医后不治身亡, 这个我们其实我们也播报过,杭州今年6月发生过一起对日本母子,嗯, 在车站遭遲刀袭击的一个事件啊,一名中国女子制止, 凶险时遇死身亡, 今年5月,湖北西奥赶一名男子持刀行凶导致8人死亡, 1人受伤啊, 这还是这些啊,之前还有多两个开车状的,对不对, 前段时间还有一个山东的,嗯, 然后开着一个大的一个, 类似于这种水泥,那个水泥罐车一直冲转啊, 不知道死了多少人,对不对, 所以这样的事情真的是越来越多啊, 如果我们说的话, 我估计原来我是每周都可以, 就是哪一天这样的新闻说事, 现在估计快,快到每天啊, 其实是非常严重的事情, 这也是为什么我一直在呼吁说, 中国政府应该赶紧出来救经济啊, 如果你再不出来救经济, 这种事情会越来越多, 啊,这不是说中国的问题啊, 中国传统的问题啊, 各个国家都会出现这问题, 当你经济下行的时候, 有些人他就过不下去了, 对不对, 嗯,他不管出现各种各样的原因, 也许是自己的债务爆雷了, 也许自己借的钱他也收不回来了, 也许自己失忆了, 也许自己就过不下去了, 啊,各种各样的矛盾都会爆发出来, 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一个社会矛盾的问题, 原来中国发展了三十来年, 呃, 你都掩盖了这样的一些问题,啊, 如果说你看看其他的国家, 比如说韩国, 日本, 当时我跟那个韩国人, 我们聊天的时候, 他就在说这件事情, 他说, 呃, 在中国还好, 中国原来没有经历过这种经济危机, 或者是经济下行的时候, 在韩国, 这种东西太正常了, 对不对, 如果真的到了这种, 韩国经历过好几次, 如果经济真正下行的时候, 如果你自己没有办法, 抵御这个经济寒冬的时候, 那真的是男的跳楼, 女的, 女的卖身, 啊, 就是这个样子, 非常血腥, 那个, 非常非常现实的问题, 在中国同样是这样的一个问题, 你很多的时候, 根本原因就在这, 啊, 为什么很多的时候, 呃, 中国的经济要, 要发展, 要百分之, 要要追求百分之五, 或者百分之七的经济增长, 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经济增长, 你的这个社会就会面临着这样的一个, 就会有这样非常难的一个压力, 啊, 很多的社会矛盾就会像这样的一个, 这样的事情就会展现出来, 啊, 你再派多少警力, 其实没有用的, 中国的, 比如说小学生, 学校, 很多的学校都是, 中国都是有围墙, 封起来的, 但是这样的东西又能解决的, 如果你在丹麦你就会看看, 你去看一个小学, 你就, 你就不认识它是一个小学, 它的所有, 它没有操场, 也没有围墙, 啊, 我当时一个, 一个那个法国的朋友过来, 过来那个, 来丹麦玩的时候, 他们也非常的吃惊, 啊, 在法国其实它也是学校里面, 对吧, 都围得死死的, 学校啊, 大学啊, 对, 围墙都围得死死的, 那也是这种, 呃, 你的社会治安, 或者是经济不好的时候, 他就担心嘛, 担心这样的, 那样的事件发生, 但是真正的那一点点围墙能围得住吗, 像中国, 有多少的保安, 对吧, 中国的各个, 那个教学门口, 然后父母都得去接, 接送孩子, 嗯, 这个造成了巨大的这个, 这个社会成本啊, 在丹麦很多的时候, 你不需要这样, 对不对, 你小孩有可能自己就回家了, 呃, 我女儿现在, 呃, 七岁, 嗯, 很多的时候早晨她都是自己去学校了, 啊, 她有, 小边有两个, 两个街区吧, 我觉得慢慢的她已经学会了, 看红绿灯啊, 嗯, 看车这样的一个状况, 她就自己去, 有的时候, 嗯, 但是放学的会儿, 我们还会接她啊, 否则的话老师不会特别放心, 让她走嘛, 但慢慢慢慢的, 他们他们都会好了, 都可以自己去上学下学, 放学啊, 你这, 这节约了多少的社会成本, 啊, 所以说这个问题还是, 嗯, 还是要解决吧, 啊, 你说一个个案, 一个个案, 我们去找这个原因, 找, 找这个五十岁的人, 他到底发生了什么, 啊, 也许他发生了这个这样的一个个案, 但是呢, 你也不知道, 你也防不住下一个人会是怎么一个样子, 嗯, 因为中国太大了, 这样的事情会越来越多, 嗯, 这是, 这个, 这个是非常非常让人, 让人感到就是, 就是无奈和无助, 就是, 就无从说起吧, 这个事情真的是, 就是我还是, 如果说真的想去慢慢的杜绝, 或者减小这类事件, 啊, 我还是希望中国政府赶紧去, 去, 救经济, 啊, 让老百姓的生活, 慢慢的好起来, 啊, 这样的事情, 嗯, 才会慢慢的少一点吧, 嗯, 反正是对于孩子, 还真是无辜的, 啊, 这些小孩子, 他们经历过什么呢, 他们, 这些, 这些人对你, 这些小孩子无辜的人, 对你有什么, 有, 有哪些, 就是有哪些对不起你们这些人吗, 真的是, 唉, 我只能沉默几秒钟了, 我也没有什么好办法, 好吧, 今天就讲到这儿吧, 谢谢大家, 谢谢大家,